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有關聲音的字根 對 那這個字根它就是PHON 對 那我們可以先看到 第一個記憶救星它叫Megaphone 那就是我們這邊說的大聲功 因為Mega有什麼? Mega有加強就是說很大的意思 就是它的英文解釋是Great 對 那Phone這邊是聲音嘛 所以Great Sound那是不是就是發出來很大聲音的 啊 一個器具 那就是我們說的大聲功 那底下的話 這一邊的話 左邊這個延伸單字其實可以和右邊這個進階單字一起記憶 為什麼? 因為一個是不協調的聲音 另外一個是悅耳的聲音 那你可以看到說 U這個是我們之前講過的字首 它是什麼? U就是好的 所以好的聲音是什麼? 你聽起來舒服就是悅耳的聲音 那右邊這一邊 這個CACO 這是一個比較少見的字首 所以 你只要稍微看到寄過就說 這個看不太懂怪怪的 所以它可能是說不好的聲音 就是說有時候記單字的話 字首如果它的字太少 那其實就沒有必要去特別記了 那我們講都是一些比較常見 比較天天在看到的字首字根 那比較怪的 那這個就是說 你就稍微記憶一下 那你下次看到的時候 你就記得說 欸這是 至少你知道說 這是跟聲音有關 那你如果知道 U是好 那這一個就是什麼? 不好的 那底下這一邊的話 Telephone 這其實是一切來源 為什麼? 因為 Tether是代表什麼 啊 遠方的 那遠方來的聲音 那這是不是就是電話的概念 就是說 你不用在我旁邊 啊我們在不同的城市 我也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那你的聲音是從什麼? 遠方來的 那所以之後 後來 大家就把它省略了 就是說 不完全就講出來 Telephone 就直接講Phone 所以Phone其實是Telephone的簡化 那所以 你現在的話 你就知道Phone是什麼 我們也是說電話 那你直接就可以用Phone來記著什麼 記這一個字根 為什麼? 因為它這一邊就是拼法一模一樣嘛 好 那最後這個是 如果對音樂我興趣的時候 你去聽一個交響樂 Symphony 對 那交響樂 的概念是怎樣 它是一定是不只一個人在彈嘛 那 前面的SYM 這是SYM的變形 它是什麼? 一起的意思 對 那就是共同和一起 那你一起發出聲音 那就是什麼 每一個演奏家 他們合起來 把什麼 這個音樂創造更好 那它就是 大家一起彈奏 那把這個聲音 一起合在一起 表演出來一個很好的交響樂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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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我們 感谢观看